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了 这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四节的内容 它并不多 对不对 因为到我们后面四五节 其实内容都不多 但是它比较精炼 也比较好理解 我们剩下的 就是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了 那就是我们的第五节 工商企业管理的基础性的工作 那么这一块呢 我来强调一下 这一块它不难 但是从历年的考题来讲 每年都会涉及到一到两道题 所以在这里 我会强调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强调到的 你必须要专门的把它强化 去记下来 好了 那我们看到我们后面的 这个内容呢 就从这以下第六项工作 来去展开 首先咱们先来看标准化 那么大家看到 我写到掌握 掌握就是它最重点 这是一个最重点的 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那我们从历年考核来讲 它的频度呢 也是最高的 先来理解一下它的概念 什么叫做标准化 那我们提到标准化这里 强调的就是 以制定标准和贯彻 标准为主要内容的 全部活动过程 那我们的标准化工作呢 就是对企业各种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制定 执行和管理性的工作 这个概念一带而过就可以了 重点来了 我们的企业的标准 有哪几个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你要知道多项选择题 作为企业的标准 有技术的 管理的和工作的 这三个标准 那我们后面会分别的去展开 从这三个角度来 具体的来去剖析 技术的工作的这些方面 它都包含什么样的标准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考点了 大家首先注意 作为技术标准 它经过一定程序批准 对企业的生产兑现 生产条件 方法等做出来的 我们必须要去执行的 什么叫标准呢 必须去遵守和执行的规定 这是我们企业标准的主体 技术标准的概念给你 你要能知道 它属于技术标准 看熟就可以了 看到能看到选项 选出来就可以了 还是那句话 别死记忆背 不要正着背 默写的这种不用 看懂了 多看几遍 能知道它是技术标准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后面还有 技术标准包含什么 产品方法和基础 还有安全与环境 大家看到 这就是容易混淆项了 那么我可能会给你一个标准 我问你 它属于我们的 前面提到的技术标准 管理标准 还是工作标准呢 这里就容易去混淆了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分类记清楚 从技术的角度 因为它涉及到是生产条件 方法 所做出来的 共同遵守的 对吗 所以它一定有产品的 方法的 基础的 和安全的 这是统一的 规定 必须要这么做的 所以这是第一大分类 那么同时 第二个 我还要求你知道的 就是我如果给你后面的小选项 你能选出来 它到底哪个是产品的 哪个是方法 哪个是基础的 哪个是安全的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这一块可出的考题就很多了 而且这是一个重要的 经常容易在这一节考题的 这个地方 一定要从老师说到的 这几个角度 正着问类型 反正呢 给你类型 问你属于哪个大类型 所以他们之间那种层级关系 自己一定要梳理清楚 好了 我们看产品 那么一提到产品标准 那一定是产品的 你看规格大小 对不对 还有我们一些技术的参数 我们的质量的一些要求 检查方法 包装运输 售后服务 这些都属于产品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类别里面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看方法 这个方法 我们在整个的技术中 是指对生产过程具有 你看这个词 你就知道它属于方法标准 通用性的重要程序 规则和方法 所以这里其实也给你都点出来了 所做出来的统一的规定 那么我们包含什么呢 设计规程 我们的工艺流程 我们的材料装备 等等操作方法 大家注意 如果我给你例子 你也应该知道 它属于方法标准 好了 我们的基础标准 是针对生产技术活动中的 一般的共性问题 那么我们根据最普遍的规律 所制定的基础的规则 是它里面最基本 具有指导意义的这些标准 你给你这个试道 它属于的是基础的标准 最后环境安全 这个是比较好记得了 三个里面最好记得了 是为了保证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生态环境 这给你你就知道 属于我们的安全和环境 所以这个没考过 考更多的就是前面的 尤其我们这个分类之间的对应的关系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管理的标准 管理的标准 对于且重复出现的这些管理业务和工作责任 按照有效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 对于我们工作程序工作方法 工作职责和制度所做出来的 这样的一些统一的规定 所以它涉及的是管理这一块 管理设计的就是效率的问题 所以大家这个概念比较好 对好入座 重要的考的是什么呢 这一块 大家注意 我们的管理标准的三个分类 生产组织 技术管理标准 还有经济管理标准 它都属于什么呢 管理标准 多项选择题也可以考 我反过来也可以考 给你这个问题 它以下属于什么标准 混在一起 特别容易出错 这一块要求大家做的就是什么呢 重复性的看 这块就是必须死机应备的 老师很少会说死机应备 这一块你只能理解的死机应备 而经常在这一节中会设计一道考题的 大家一定这一块不要混淆了 好了 那么工作的标准 对于企业员工的工作方法 程序啊 这些所做出来的这些 老师不一一来阐述了 这块是比较好记忆的 工作标准 那么我提出来的要求呢 咱们通过做一些题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块的概念 它是怎么考核的 在企业管理所制定的标准中 生产组织的标准 好了 那么这不就是我说的 大的这个分类里面的小分类吗 那么生产组织的标准属于什么 哎 很明显就是我们的管理标准 这里面前面怎么强到了 这里面谁属于谁 经常考的层级 大家看这里就没有道理而言 这种题为什么我说的死机应备呢 这个很难你说我去理解的去记忆 或者是根据我过去的习得的经验去理解的去看 没有 这块就属于你背了吗 就会没背就不会的这种死机应备的点 不多 我们说上这种死机应备的点并不这么多啊 我告诉你要死机应备的 你就必须把它背下来 我告诉你理解的记忆 你就按老师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这个就属于按表格分类怎么着 一字一差不差的 你必须要把它背下来的 好了我们在企业所制定的告诉你了 技术标准了已经告诉你了 那么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具有 好了我说议题通用性的是什么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议题通用性的就是我们的方法标准 所以这是呢 死机应备过程中的一个小窍门了 但是呢这仍然还是死机应备 所以大家看这个题就属于你必须背到的这些点啊 好了我们来看2010年的这道多项选择题 这道题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问我们技术标准的大的分类 对不对 四个啊 产品 我们的方法 基础 还有安全和环境 我们的生产组织不属于这里面 对不对 这都是你看 就是死机应备的点 这个别无他法 只能你去背诵下来 好了那我们看了第一块标准化的工作之后呢 我们来看定额工作 定额工作相比第一块来讲 它的重要程度就下降了很多了 这一块大家做初步的了解就可以了 啊 这些小点就可以 定额是企业在一定的生产技术组织的条件之下呢 对于我们的企业资源的一个消耗 利用占用的一个标准啊 做一些事情 我们不能超过这个定额 有定额的要求 那么定额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 可以反映企业在一定时间内的生产技术 经济水平和管理的现在化的这样一个程度 看这个概念一带而过就可以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看定额的一些表现的形式 劳动定额 那么劳动定额呢 即劳动的消耗的定额 我们先来看一下概念啊 又称劳动定员的定额 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之下呢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 为生产单位或完成工作任务 规定的活劳动消耗的标准 你就干这件事情啊 你有多少个人你要投入的这个劳动量 这就叫做劳动定额 你要去规定的 三个人能干完的活 你绝对不能十个人去干 劳动定额 大家注意 那我们的分类呢 具体的来讲呢 它可以有单位产品的工时 我们工筹的产量定额 设备的看管定额 服务定额 这些一带而过就可以了 因为出现定额两字 你就能对应知道它是劳动定额了 那么劳动定额是企业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来去实现的 所以这种劳动定额 这种活劳动的体现 可以通过工时啊 工筹啊 这样的一些数字去体现 看一下就可以啊 好 我们来看定额的第二个表现形式呢 就是设备定额 那么设备定额里面有利用定额和维修定额 这个维修定额其实是很好理解 因为它都没有展开 你一看到它是编制维修计划 就知道它肯定是维修定额了 那么在利用定额这块的话 我们历年是考过的 那考虑很简单 给了你概念 问你它属于什么 那你也是顾名思义 你看我们的利用定额 其实它强调的就是 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的条件之下 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啊 我们在单台设备 在一定时间内 它的这个产出 所以你看它的产量的一个标准 所以给你这个概念 大家能知道它属于设备的 利用定额就可以了啊 就是你一个设备 单位的设备 在单位时间 它的产量应该产出多少 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叫做设备的利用定额 那我们定额呢 还可以表现为物资的定额 那我们这里看到 物资定额又分为 物资消耗定额和物资储备的定额 那给你这个概念 你也能知道它属于物资定额啊 都强调前提都一样 一定的技术条件下 单位产品债用或消耗物资的标准 所以如果考这个概念 就是送分题 那给了你物资两个字 你就知道它属于物资定额 好了 定额都涉及的是标准 那么就看它指的是设备呀 还是劳动啊 你看就物资 它就是物资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说具体的内容 这些一带而过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面一看 就是都属于物资方面的啊 原材料啊 能源啊 对不对 劳保呀 这些不都属于物资吗 这个如果给你分类 让你去选 或者问你以下属于物资定额的 也属于送分题了 一带而过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定额的第四种表现形式 流动资金的定额 因为它都说出来了 条件之下 什么呢 企业流动资金的占用标准 所以你看这肯定就属于流动资金定额了 所以这个概念不会考你太简单 太直白了 那我们的内容包含储备资金 生产资金和成品资金 里面也都提到了资金 所以考大分类的可能性也不多 因为它都已经提出来了 那它肯定都属于流动资金 好了 我们的费用定额 通过费用预算 大家看个人的费用开支啊等等 这些也都提到了 所以呢 这些带而过就可以了 在这里很难会去考考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定额的第六种体现 就是七量标准了 好了 那么七量标准在定额这一块呢 是你要着重看一下的话 它是有可考性的 因为从概念上啊 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好了 我们看什么是七量标准 你先理解这个七量是什么 就是时间 时期 还有数量 所以它叫七量 那我们的七量标准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组织条件之下 对产品生产过程制定的有关时间和数量方面的标准 所以它叫七量 那好了 那么我们的生产组织 工作上规定不同的期和量的标准 比如说 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啊 流水线会有节拍 按照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来生产 那它的节拍是什么 那么成P生产规定的P量 生产的间隔期 周期啊等等啊 这些都属于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生产组织过程中的 期和量 那么这一块大家如果有所不理解没关系 我们到第四章 选完生产管理这一块知识的时候 你对这一块这个七量的标准就会有新的认识啊 但是如果给你这些你都可以要应该反过来知道 它属于我们这里提到的七和量 所以对于到底什么是七和量 你就记住它是时间 设计到时间 数量就都叫七和量啊 它属于七量标准 好了那我们制定定额的要求 这个要求呢 串一下就可以了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即使科学和全面 那我们制定定额的实施呢 要保定它的严肃性 什么叫严肃性 我做了你就要做就要实施啊 那我给你制定了这个标准啊 无论是设备利用定额啊 还是维修啊等等的这些 我既然制定了 你就要遵守 没有做到的话 你就要去改正对不对 所以这是要有严肃性的 坚决贯彻来执行 最终你要去考核的 并且去修改 那么如果你每次完成的话 都是很简单的完成 证明我的定额设定低了 对不对 你要去修正 那如果每次都实现不了 那可能就是我的太苛刻了 你要去放松一点 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时 修改保证它的合理性 所以你看管理就是动态的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能随工人的劳动效率的提高 这个定额已经早就不适用了 所以你其实会看到一些 老的这个工厂 可能用的这些定额标准 还是早几十年 工厂刚建立的这个标准呢 所以这就会出现一些 员工的懈怠 我们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一些浪费 都是给予可能你的定额 已经成就老化了 所以定额 它一定要随时来去调整 保证它的合理性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块 我们例年例到真题 13年 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 单台设备 我们看 一台单位设备 单位时间的产量标准 考的是哪个概念 不就是设备的利用定额吗 这里都没有什么 寿命周期的这些问题 提到维修了吗 也没有 也没有提到设计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这个概念 你即便没有背到 我们去通过这样的筛选法 你也可以看到 只剩下利用定额了 再来看概念 单位是时间 单位的设备的产量 那不就是你的利用定额吗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 我们的计量工作 这一块的重要性 比前面的这个要提升一点 它就作为次重点 好了 我们的计量工作 先来看概念 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量和质 注意了 我们跟前面的概念 一定要区分七量 在我们的定额中提到的 七量标准 是时间和数量 我们在这里面的计量工作 是对谁 看清楚 量和质 你可不要看到 这个概念给你手选错 它属于计量工作 是数量和质量 量和质 那么这里面我们说 包含什么呢 计量技术和计量的管理 包含哪两个 我可以出多项选择题 那么这里面不要混淆 先来看计量的技术 计量技术 是指计量标准的建立 到量值的传递 以及商产过程中的实际测量 我们会包含计量技术 和计量手段 两个方面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计量技术的三种 这里面三个概念 我都可以给你一个概念 反过来分你属于什么 这都是可以出考题的 好了我们来看标准的测量技术 找关键字 作为你去判断选项的一个提示点 你看它叫标准测量技术 它指的是什么 它是和你的基准 器有关的通过法治的手段 来进行量值传递的这样一个测量 就较高的一个测量的水平 大家注意 由专门的技术部门来去完成 所以因为它是标准的 所以它一定是由专门的部门来去执行 所以这些关键字眼 都是你来去筛选 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的一个提示 好了我们看工业测量是什么呢 一道工业 它就会强调 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工艺的测量 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监测和控制现场 所以这里都是和生产有关的 你看现场控制啊等等 这些属于工业的测量 那么到计量的测量技术呢 法治的标准 我们的良知传递系统中末端的测量 那么它属于标准过度的中间测量 它是中间的部分 过度嘛 目的是扩大标准的上下量线 主要对生产量值的监督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计量测量和这个标准测量 能够去分开啊 把它区分开 掌握关键字眼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计量管理了 管理第一句话就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目的是什么 你看这两个词就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点 单向选择题 我们计量管理的目的是保证量值的统一 包含哪三个方面呢 工业计量管理 商业计量管理和法治计量管理 同样这三个概念也要能反过来看懂 工业的测量管理 我们的计量管理 以产品为核心的单位计量的管理 它具体分为什么 这一代而过就可以了 你看以产品为核心的 也就是工业的计量管理 记住一提到工业两个字 它都是和我们的这些生产产品相关的 商业呢 以商品为核心 那我们再看法治 一条法治就是标准的测量器 你看这些横器啊电镀表啊 这些都是必须你要统一去管理的 我们的叫所以他给了法这个词 这是法治的 这可不是你人为随便去确定的 所以我们这计量管理这些概念 你看这三个啊 这三个是比较好反过来记得 即关键字眼能看懂就可以 好了我们来看一道高频的考点 也就是刚才老师强调的 我们的计量管理的目的 经常考的保证什么的统一啊 量值的统一 计量计量的 怎么是规格型号标准 这一看就是错误选项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 在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性的工作中 我们计量工作主要包含的内容 这也属于基本的知识点 对不对不解释了啊 我们就是我们的计量的技术 还有计量的管理 两大块对不对 两大块还有具体的这个分类 刚才我也要求你了 脉络一定要清楚啊 这种题又都属于四级硬碑的题了 不多做解释了 好了那我们在计量管理中 你看关键字眼 齿横器电镀表 我们说这是什么 法治的内容对不对 法治计量管理 好了大家也可以看到 从考试的频度上 你就可以看到 这计量工作比前面的定额工作 重要性一下就提高了对不对 他隔几年就会考这么一道题 但是考的题都不会很难 可是呢 这些题点你要没有梳理到的 你肯定得不到分的啊 这些就属于有限的少数的 你需要四级硬碑的一些题点 但即便是四级硬碑 也不让你达到墨写对不对 能通过题目反复的看 看内容能选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达到这种能打选择题的 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信息工作 那么我们作为信息工作呢 里面的这个题点呢也很有限 它的重要程度呢并不高 梳理一下就可以了 信息工作 一提信息两个字 那就是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所需要的一下信息嘛 包括什么数据啊资料啊等等 这些就属于信息工作 所以这个概念你说它可会考吗 不会考的 因为太简单了 一写你就知道能选出来 所以这种题它就不会考 好了那我们包含内部和外部的 这个也不会考 内部就是你企业内部的对不对 你的报表呀 你的账务呀 你的人力资源那些信息 这些都属于内部的信息的管理 那外部呢你获取的这些市场的资源的 这些信息 经济呀信息呀 你的竞争对手的信息呀 等等等等 这些你看技术情报嘛 对不对 竞争对手的这些消息呀 它的技术的变化呀 动态呀 我们的技术环境中的一些动态呀 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变化呀 这些都属于你企业 外部的 所以它叫外部信息 这都不会考 上课听一遍就可以了 好了那么具体来讲呢 咱们也是梳理一下 这些都太简单了啊 老师就跟你们快速的梳理一下就可以了 课上听听就可以了 课下不用投入精力了 即便是考个偏题 你也能够根据你的经验去选出来 我们有原始记录 那你这些账务对不对 我们财务的这些记录的报表 这些都属于原始的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的形式 你看统计台账啊 报表啊 文字啊 不疏离了啊 不读了 科技经济 好了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 技术的动态的变化 对不对 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呢 同行业的生产的 技术的动态的变化 这咱们也提到了 所以咱们叫它情报嘛 对不对 这就是和你企业相关系的这些内容 我们的科技经济的档案 那就是你最终收集统计所整理 保存的一些东西 叫做档案啊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规章制度 那么相比前面的信息工作的规章制度呢 我们作为次重点 里面有重要的需要大家记忆的啊 规章制度的概念很好 记忆 首先规章制度是什么 规章制度是一种准则 是你必须要去遵守的 所以呢 它是用文字的形式 对于企业各项工作的要求 所做的规定 它是全体员工行动的一个准则 准则就是 我制定了你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五点下班 你就必须要去做的 对不对 我的年假制度规定的 怎么规定什么时候 什么去修 这些都是我的规章制度 你要去遵守的 好了 那么具体的这个类型 大家一看 它就容易考了 一有这个大的类型划分 它这里就可以出考题了啊 我们看基本制度 工作制度 还有责任制度 同样给你这些概念 或给你一个举例的时候 你能知道它属于 基本制度呀 还是工作制度呀 还是责任制度 你看基本制度 领导的体系 比如说厂长负责制 我给你出一道题 问你属于什么 基本的制度 那好了 工作制度 和企业具体管理方面 相关的这些制度 财务报表 财务的制度 计划制定 生产技术销售方面 大家看这些都是 日常工作过程中 所涉及的 对不对 所以它属于工作制度 而大家看这些 像厂长负责制 法人管理制度 这属于你在工作之前 前提我就要去确立的 对不对 所以它 是涉及到 领导体系的问题 所以它属于 基本的制度 那你再对应的看 责任制度呢 体现在责任两个字 所以它是对于 各个岗位所规定的 任务权力和责任 权责义之间的关系 它是我们的责任制度 注意关键字眼 在我们的规章制度的 这三个方面中 谁是核心 可不是基础的是什么 责任制度是核心 它保证我们整个执行过程中的 这样的一个法的严肃性 所以责任制度 是我们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 这一点大家要把它记清楚 看高频考点 规章制度的核心 就问你这一句话 责任制度 我们课上就应该把它记下来了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知识点 我们的职业培训 那么职业培训这一块 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我们一提到培训 那么这个概念 我们平时大家都有接触过培训 所以这个概念 你就很好理解了 按照企业内部各个岗位的要求 我们对于在职的员工 有计划有组织的 通过一些 我们可能有在职的形式 有托产培训 有思想上面的 也有技术方面的 也有基本知识方面的 这一些的培训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分为 给管理人员的 工程技术人员的 还有我们的工人 工人其实就是具体的操作人员的 他的不同的培训了 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块呢 咱们就不去具体的展开什么了 知道有这三块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到这里呢 咱们第一章的 整个的基础的知识点呢 给大家全部都梳理完了 我再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的第一章 是我们整个的开篇的第一章 它交代的都是一些 基本的观点 原理和方法 让你了解什么是工商企业 什么是工商企业的管理 所以它知识点是比较散的 但即便是这样 我相信大家在听过 基础班的这个课程的讲解之后 你应该对整个第一章的脉络 其实是很清楚的 所以课后之后 一定要把老师在开篇的这张导图 把这个脉络 这个分支顿出来 再根据我们刚才讲过的课 再看这张图 你就会有深刻的新的 这样的一个理解 在基础班中不着急 马上全部都背下来 但你一定要梳理过来听懂 而随着你课程的听懂 其实有一些关键的知识点 相信你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题 可以去应对了 这其实就是基础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背诵永远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你才能事办功倍 好了 那么最后呢 我给大家列数了一下 我们这一节 这一章的一些重要的考点 那么对于一些概念呢 我在这里面都给大家梳理清楚了 而且伴随着我们上课的讲解呢 有一些我已经反复给大家强调了 好了 大家呢 在课下的时候呢 结合我们课上的讲解呢 再深入的去看一下这些重要的考点 那么对于考点内容的具体的练习的强化呢 我们会放在后面的班词中来进行 好了 同学们 下课呢 认真来听我们的基础班的这个课程 第一章的内容呢 坐实 考点比较散 不要着急 慢慢的啊 跟着老师的节奏 一节一节的一个一个知识点 你听起来就会觉得这几个小时没有白费 远胜过你自己捧着书从头到尾 要背好久好久很多天 要管用的多 我没有提到的你就不用看了 我说的一带而过的你也不用着重去看了 那我告诉你要死记性背呢 你要背下来 我告诉你理解记忆的 要听懂 把它通过做题来掌握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 我们第二章再见 我们今天下课 我们下课